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做Q弹地瓜球 我们先将红薯去皮 切成片 用微波炉加热5分钟左右 微波炉加热的红薯可能会比较偏干硬 大家也可以用蒸锅将红薯蒸软 加入15毫升左右的牛奶会更容易捣碎 然后我们再加入60克淀粉 40克左右的白糖 糖的用量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 碗里磕入一个鸡蛋 只需要放入一半的鸡蛋液就可以了 加入30克低筋面粉 揉成面团 搓成丸子形状 锅里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加热至180度左右 将地瓜球再搓一遍 搓圆 然后放入油锅 砸至浮起 颜色变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小方的视频哦